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婷婷 前两天呢去县城碰到那个 我跟你说是初恋啊 因为是上学的时候我谈的恋爱 怎么说呢 比我高一届啊 比我高一年级 成了初中的时候 然后相处的时间也很少 相处的时间很少 因为他比我高一年高一年级 认识没多少时间他就毕业了 后来然后中途呢老师 然后也是怎么说呢 学业也中吧 然后可能老师可以看出来 然后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少 然后那么多年了 然后就没有碰到了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是 感觉学生时期谈恋爱基本上都是传纸条吧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手机是那种按键的 也没有智能手机 打电话把发短信从来没有上网这一说 感觉时间播得挺快的 毕业这么长时间了都 然后没想到还有缘分能碰到 就是太巧了 也可以说当时是被破分手 因为太小了 太小了吧 因为老师呢 老师呢总是说 学业也为重 然后 那时候 上车中的时候好多谈恋爱的 也不知道是我们 对最近学生太调皮了还是怎么办 反正 相隔这么长时间 然后 再见面吧 然后有一种 技术系又陌生的感觉 大家呢 互相都成熟了很多 然后 往后见到他 现在又相信了 到处的自己 感觉 挺搞笑的 有的朋友都说 初恋是美好的 而且是学生时间 因为 学生时期的那种 谈恋爱是最美好的 最纯粹的 反正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再次相遇 感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